林志堅说过去执政八年 秦子监工的十二亿新竹棒球场 却被挖出废电缆烂砖废弃物 当时视察棒球场画面大曝光 即使戴着工地帽守成椅背 摆出优雅 pose给摄影师拍照 网友炮轰这叫监工吗 是拍网美照吧 就称认他是林志堅好了 更有人打算这叫监手自盗垃圾吗 网美拍啊 他没有去看那个外野 到底有没有按照规定 他是去拍照 坐在这个看台上拍照 拍照监工 那怎么见得好 否则我们怎么在工地会看到砖头十块 你去监工到底在监什么 扯的是球员受伤球场出包后 林志堅还帮长长解释 岁石多是草皮养护时间不够 连同党的人都听不下去 这个是十二亿耶 他在讲什么 林志堅你要闭嘴 你不懂的你就会点点 不然你不懂 你就让身边的人下去恶搞 招标的时候应该要有审查资格 要先开资格标 再来才价格标 你资格怎么可以都没审查 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外界炮轰前市府让厂商轻易过关 还付出十一点七亿高额工程款 蓝军痛骂要是翻出工作日志 就知道这些钱根本领的有猫腻 更质疑若没有人毛不脏 怎么会球场塞废弃物 没人看得到 如果你有每天的工作日志 把它翻出来看谁签名的 这些杂物是清走还是埋下去 第二亿的工程款已经领了十一亿七千万 剩下2.8%不正常 通常会扣十%下来 留到最后验收 12亿照理说应该最少要留十% 一亿两千万 当初把球场当震机 剪采宣传一箩筐 如今震机变弊案改口推说没完工 但12亿却几乎已经给光光